你入坠豪门 娶了个美若天仙的老婆 可娘家人却一直看不起你 只因三年前 姚家老爷子 不知从哪里找到你这个穷小子 不过众人反对 非要把孙女姚夕嫁给你 两人结婚后 老爷子撒手人寰 自那以后 姚家人就处心积虑 想把你赶走 今天 恰逢老太太七十大寿 看你没带礼物过来 她不过大骂 滚 你这个废物 其他人送的 都是七十万的和田鱼 和五十万的百年普尔沙砖 只有你两手过空 你怎么有这个脸 以往你处是淡然 任凭怎么侮辱 也不会所动 因为你答应过老爷子 要好好照顾他孙女 但今天不太一样 应得头皮开口 奶奶 能不能竟有一百万 为姚母得了绝症 需要前治病 这人大惊 这萧凡 不过是个上门女婿 不送礼物就算了 还敢再签 找死 你也实属无奈 姚母病危 真的走投无路了 想让今天老太太大寿 没准高兴 发发善心愿意帮忙 可没想到 他拉起了脸来 茶杯一摔 混账 你是注射还是借钱 老婆游戏 把你拉到一边 奶奶 小凡不懂事 您别见怪 现在这是困难之后 您就帮帮他吧 他没下见冷笑 且 你嫁的都是什么垃圾 我们家林峰还没结婚 就送了奶奶 三十万的零用心 你老公的好 还有点借钱 就是啊小凡 同样是孙女婿 你可太失败了 这种垃圾 还是早点滚出我们腰架 你攥起双拳 但一想到 姚母的病情 借着屈辱 奶奶 我 就到这时 门口管家喊道 秦元号公子 送来古董文物一把 价值五百万 老太太大喜光 哎呦 快拿来 这个秦公子啊 真是客气 说着白了你言 趁我帮他 行啊 姚希 除非你跟这个废物离婚 然后嫁了秦公子 秦元号的家子族 在岩江市 第一位上流戒他万贯 而且一直很喜欢姚希 老太太早讲八节 抚摸着他送来的古董 哎呦喂 要是秦公子能闹孙女婿 我这是做梦 都能孝行啊 可姚希学咬头 奶奶 我不会跟小婚离婚 老太太的孙孙四个便 给你不要 这么喜欢这个废物 就和他一起滚出去 我的寿宴 不允许这个废物参加 你对姚家 彻底失望 转身离去 姚希一想走 和老太太的话 却如真一样 你要是走了 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孙女 你爸妈 都得给我辞职 滚出姚家 你叹口气 姚姚 你留下吧 憋怜了岳父岳母 凌风丢出硬币 到你脚下 臭乞丐 拿去买个馒头吧 别说在我们姚家 寿宴上饿着了 就这样 在整个姚家的呼啸声中 你离开了 走到医院缴费处 将护士沟通下 让医药费再还两天 可却得知 养母已经连夜 被送去燕京最好的医院 你急了 这得多少钱啊 可护士却疑惑 已经有人替你交过了 谁 小护士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哦 好了 别打扰我工作 结果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走到你身边 这是鞠躬 少爷 这么多年 你受苦了呀 你皱眉 你是林修园吗 少爷 你还记得我 你表情一灵 好想想起什么 混日气场 都变得不太一样 我当然记得 当年 就是你们逼死我爸妈 让我一路逃亡成了孤儿 现在又找我做肾 林修园懊悔无比 小少爷 当年老爷 也只是先让小姐改嫁 可没想到 少爷他那么刚烈 唉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找你 现在好了 您跟我回去见他吧 可你冷哼 你走吧 我这辈子都不见他 林修园长叹一声 我来之前 老爷就说 您可能不会原谅他 早就让我给您 准备了点消消补偿 递过来一张 黑金钻石顶级卡 少爷 这种卡 全国只有五张 拿走 我不要 林修园急了 少爷 你的救命案人 还是两百万医药费 交付上 会有生命危险的 哦 你们故意算计我吗 不敢不敢 只是为您 怕有解难 你皱眉 这卡里多少钱 他如是回答 老爷说 这是给您的一点零花钱 不多 一共一百亿 你听懵了 虽然知道爷爷家里很有钱 但具体多少不清楚 一百亿都只是零花 恐怕真是财富 得万亿以上啊 林修园急加麻 哦对了 岩浆石最大的企业 市值一千亿的 好天竞技团 昨天已经被肖价 全资收购 股份 一圈转了银的名下 明天 就可以去交接了 你不敢置信 老爷的手笔这么大 一百亿的黑卡 一千亿的浩天竞技团 就连今天 羞辱自己的姚家 在浩天竞技团面前 也不过是个小喽喽罢了 林修园交接完后 恭敬转了就走 他知道 小少爷还需要时间考虑 等你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已经脑翻天 岳母怒骂你这个废物 丢尽连面 姚西 你再不和肖反离婚 你奶奶 怕是会把我们全家 都从姚氏集团里赶出来 姚西是得颤抖 赶出来 我就是找别的工作 你 那个废物有什么好 人家秦元浩公子这么追求你 嫁给他 我们一家都能扬眉吐气 这时候 你一退门进来了 岳母冷亨 一个废物 他有脸回来 你只是低头 妈 对不起 今天给你一天麻烦了 麻烦 你这是要我们一家散口的命 能不能有点辞职之名 赶紧从我们家滚蛋 你姚西急了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小凡是你女婿 放屁 我没有这样的女婿 滚蛋 但姚西 还是退你回了房间 晚上 他偷偷塞给你张卡 抹着眼泪说 里面 是她这些年的积蓄 有十几万 可以帮阿姨顶一阵子 可你 就笑了 放心 已经有人给她交过钱 这一晚上 你姐姐不能入眠 瑶瑶 老公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 瞧不起你 此人一早 你去的小店里来到 浩天竞技团 这时 对面一两奔驰上 下了一对男女 正是夏静和凌峰 他笑了 哎呦 姐夫你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找 浩天竞技团的 冷副董事长谈生意 你是费尽心思打听到了 想蹭点好处吗 可你学摇头 我今天 是来交接工作的 凌峰配了一口 臭工作 这种废物 也配来浩天竞技团找工作 就你这样没学理 没能力的窝囊费 来应批保安 不要你 说吧 丢出一个塑料瓶 当你狡辩 别说我不照顾 你最适合 当个清洁工 捡起来卖钱吧 你呵呵一笑 我找什么的工作 无需你多操心 浩天竞技团是大企业 我相信他们 不会跟你这种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 凌夫暴怒 特地放火 但今天 谁来谈合作的 动手不太好 批了一口 下次我见到你 你转身离去 之前早从凌修云口中得知 和你对接的是一个叫 凌落雪的女人 来到副董事长办公室 一见到你 她恭敬无比 少爷 您能屈尊到我办公室 我无比荣幸 你淡然坐下 未来 我不会经常来集团 所以这边还是要你主持大局 另外 也不要在外透露我的身份 这时 女秘书敲门进来 冷副董 有个叫凌峰的 带着未婚妻来拜会您 你笑了 你认识这个叫凌峰的吗 冷若雪解释 凌家是集团下 一个很小的合作商 一直想多接点业务 约她的好几次 今天难得有空 勉强答应见一面 你冷冷到 从现在开始 终止和凌家的一切合作 告诉她 就是浩天竞集团 不会跟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 让保安把他们轰出去 是 少爷 为了夏静和凌峰 正白心欢喜等着 正好女秘书 带着好几个保安到来 慢点堆一笑 请问冷副董 有时间了吗 秘书冷哼 对不起 我们冷副董说了 不会跟你们这种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 今天起合作全部取消 凌峰震惊了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 是了 肖凡之前也这么说过 他如同冰窖 凌家 一大半盈利 都是一颗浩天竞集团 如果终止合作 对他们将会是毁别性打击 我见冷董 让我当面问问清楚 说着 觉得想冲上来 可秘书一挥手 保安队长就走上前 扭出手腕 赶紧滚 赶在浩天竞集团闹事 当心我废了你 凌峰赤痛咬牙 你一个小保安 应该跟我打过小叫 知道我是谁吗 队长一个耳光上去 在浩天竞集团面前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凌峰脸上火辣辣的 刚下暴怒 手机却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 是老弟震怒的吼声 畜生 你在外面干什么了 现在 飞带浩天竞集团 所以解除合作 都是因为 你是个没四肢的垃圾 你马上给我滚回来 亲自跟你爷爷解释 凌峰懵了 忍不住问夏静 难道是你那个废物姐夫吗 夏静被这话吓了一跳 仔细一想 可能的确这种关系 很快 断了摇头 那个臭屌丝 怎么可能 他来浩天竞集团 骚厕所都不够资格 可惜了他们回零路 走出集团后 看到他们最看不起的 那个穷小子 站在一辆兵力前 那个他们见都见不到的 冷副董事长 恭敬俯身 说到少爷庆上车